拉萨最古董级的甜茶馆 你来过吗 在一个美丽的星辰 我决定打卡号称 拉萨第一的老国民港琼甜茶馆 可是当我来到茶馆门口 却发现正在修路 禁止通行 唉 从小运气都不好 不就绕个路吗 对我这样的穷有党来说 很easy啦 从小运气都不好 连连也造风丝了 这时候的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好召唤出隐形的翅膀 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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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 来到了老光明港琼甜茶馆 进门后先去前台点个牛肉面 老板会给你一个小银牌 然后自己拿着银牌去厨房取食物 接着去消毒柜拿个杯子 等阿姨来给你倒茶 甜茶只收现金 一块钱一杯 把零钱放在桌上 阿姨倒完茶后会自己收钱 最让我感动的一件小事 是我对面的两位藏族大哥 还请我喝了一杯甜茶 给我讲了些关于茶馆的故事 这是多么感人的友情啊 这家拥有四五十年历史的老茶馆 真是让我爱到不行 总结 打卡成功 记得点赞加关注